所以修行 还是要回归这一句 这个人要直下承担 要有骨气 要有志气 从此以后 万言放下 理切下 你现在就是佛 该吃饭的时候 该有的责任 你就去完成 就这样子 有的人问 什么叫做污染的波勒智慧 波勒智慧很简单 眼睛会看 不执着 无所住 眼睛会看 无所住 耳朵会听 无所住 对不对 鼻子会闻 香臭 无所住 舌头会尝味道 但是他绝对不会去执着 会感受这个摄身 能够随意而安 打地步他也睡得很好 对不对 为什么一定要高广大床呢 我到法国 那个皇宫去看 那我才睡不着 他那个床铺 哇 吓死人了 一个房间那么大 说皇宫可以参观 那个就像一个人 一只凤凰抓进去观一样 法国的皇帝 还挺享受的 里面什么酒都有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花园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那我很喜欢这个花 到北海道 有一次我们那个导游说 有了有了 现在有开了 去 一棵都没有 只有看到一堆土 我叫他要退钱 又不好意思 对不对 但是后来我看了影片 哇 还是没有花比较好 因为那个 北海道那个花一开 哇 那个人 那个人 哇 那个人起人 我看那个影片 哇 到处都一直摄影 一直摄影 对不对 像我们这个生活很低调的人 又不喜欢 抢人家的光环 也不喜欢上镜头的人 到那边 哇 都是人 结果我觉得花没有开比较好 因为只有我们那一团 这些笨的 一个笨的上人 带着一群愚痴的信徒 去看一堆土 还有去跟人家借厕所 也快接近凌度 后来很不甘愿 就去买一支冰淇淋 因为日本的冰淇淋好吃 而且看一片都是土 一支都没有 哇 要凋谢到这么均匀的平等心 还真的很不容易 至少留一颗 一颗都没有 我们问那个导游 他们旅行师 有啦 有啦 去啦 一定有花啦 对不对 真的一根都没有 被骗了 当我们有了佛的心境的时候 内心一切都明白 一切都是假象 不要卡在一个观念 非要怎么样不行 所以说得饶人处 且饶人 所以原谅别人 用智慧原谅别人 就是让自己过得去 不会卡死 什么是无染的波瑞智慧呢 见闻截止本身 就是波瑞智慧 千万不要错会 不是六根 不是六经 也不是六四 能见闻截止 后面有个真如的体现 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如体 就是你生命 本来具足的智慧 它能见 能闻 能觉 能知 能以六根出入外 根尽是 只是工具 就像车子 后面要有人 要有人开 是不是 现在发明一种电动车 不用人开的 不用人开的 这电动车 美国呀 有一个人 就开那种 没有人驾驶的电动车 一开开 开了以后 出去撞死了 撞死了 因为那是机器 撞死了 还没有办法 灵机应变 灵机应变 所以还是人开的车 目前 将来科技我就不知道了 目前还是比较安全 好 那问题来了 既然大家都有智慧 为什么 大家众生都不解脱呢 就是出现在 大家因为不听经文法 也不能体悟这一颗 般若智慧 真如之体 不知道要随顺这颗 无人的般若智慧 随顺无人的般若智慧 去随顺它 安住它 而去一直去攀岩 这些外境 攀岩外境 迷惑在这个元气的现象当中 所以众生呢 这是以患为真 圣人呢 知患即离 离患即觉 所以这个元结经 特别重要 所以你们要元结经的 哇 全新的 特好 可以到讲坛 去申请一本 凡夫啊 这是因为 他不知道 诸法因言生 诸法因言灭 不知道 缘起信空的道理 而去做一切 万法为真实 为有 所以 众生不邪妇 他最后的 所负责的是什么 就是哭呗 夫妻不邪佛 他们两个负责的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吵架呗 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就吵啊 热吵就吵得不停啊 对不对 我要跟你离婚 冷战 冷战就半年不讲话 老公啊 要来示好一下 多过来 手啊 老婆不要生气 你不要碰我 半年 夫妻之间 不是冷战 就是热战 为什么 都是受福呗 不知道这个一切法 不真实的 那有的人讲说 哇 师父 听你在讲经的时候 我好像开悟 好像成佛了 可是回家就不想 为什么 我就跟你讲过嘛 修行是点滴功夫 你老是问这个重复的问题 他在听经文法 就是 我大策大悟了 师父真的是好啊 我解开了 哇哈哈 像神经病到公元喊两声 回去 又不行了 哎 又不行了 脾气还是脾气 个性还是个性 所以我们了解 研读阿含小圣的人 知道一切法 研起不实在的 但是却执着研起法是真的 研起法的作用是真理 所以 你看 我要观照 能观 所观 我要批驳是内观 那大圣佛法更了不起 是不是 六祖讲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来 那有一个写小圣的 他很知种 来到我这个地方 还讲到大圣的就骂 开骂 也不晓得我的反应 那我当然 我们体会到空性 不会跟他计较 小圣本来就是这样子 要他修女观的 那我就问他一句话 那六祖堂经里面在泰国去参 这个还是台湾人 台湾在大圣国度里面 看不起大圣跑到泰国 跑到泰国以后 回来骂 骂台湾的佛教 然后碰到师父 自理行间 都是火力全开 那我也是笑一笑 知道因为大圣 没有这个东西 我就问他 一直否定大圣是佛说 我就问他 请问六 你否定大圣是佛说 意思就是八大宗派 修行都不会成就了 他说对啊 那我说请问你 六祖呢 那种刀子拿来 架在脖子上 三挥七刃 而头不伤 六祖的头颈椎都没有伤害 到现在还是金刚不坏身 你小生有这种功夫吗 他说我们到泰国参 都知道有这个六祖谈经 知道承认六祖谈经 是对的 是了不起的 我说那就对了 六祖谈经讲的极信极佛 就是法华经所讲的 一十相无相无不相 就是维世奇所讲的 大言尽致啊 对不对 就是 净土中讲的一心不乱啊 就是华言经讲的 海印三昧啊 就是天底中讲的一十相印啊 对不对 就是绿学所讲的 无相词解啊 平等啊 不是一样吗 我是能言经理看过 他说我才不看 能切经理看过 他说我也不看 华华经看吗 不看 华言经看吗 不看 我说 这样不够客观啊 你都不看 他说那不是佛说的 为什么要看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还是自己 我们还是自己吃饱 该喝了茶 还是 该泡了咖啡 泡 其他没事 放下 来 现彼就像以礼相待 有言 说法令解脱 无言 合掌令欢喜 所以大圣绝对容得下小圣 这小圣那种激烈 很不可思议的 很不可思议 当然也有小圣的 不会这样子 也有 不是没有 只是对法不认同你 打死不认同你 既然六诸团经 你认同 那八大崇拜 宗旨是一样的 对不对 归言无二路 方便有多门呢 你不能说方便 就不是 大圣 就不是佛法 他目标都是成佛 所以 小圣 因为 执着 延其法 的作用 为真实 不了解 作用 体性 是空无自信的 所以龙树菩萨 在中观里面 观音言品 要剖斥 因言法 万法 回归 空向 空向 了达 诸法 不可得 缘起 了不可得 如果你还有所得 就不能进入 修行 生命的 实相 法善 因此 何况非法 如果你要进入 生命的 究竟实相 那一点点法 都执着不得 那你在心目中 就不会有敌人了 小圣 来 我们也欢迎 大圣 来 也欢迎 凡夫来 也欢迎 外道来 我们也欢迎 为什么 等待 外道来 先截一个善眼 等待 有一次 我碰到一贯道的 那一贯道的 也很善良 很善良 我们谈得也很愉快 他跟我合掌 我也跟他合掌 我知道他一贯道的 是不是 我们也是这样 等 不是 你不要以为 大家每一个人 都像你这样有呼报 可以身体健康 面貌 庄严 对不对 坐在台下 这样听闻 如来 究竟的正法 门都没有 修行 听经文法 福报 结定一切 所以就一般来讲 般若是大圣的不共法 什么叫不共 凡夫 根本不可能 了解大圣的般若思想 二圣人 也不信受 不信受 般若思想 就是叫你中道 在还原经 还有一个比喻 说 船 一只船 大只船 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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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诸位 我请问你 佛陀 有时候在守法 他就这样问 一只很大的船 就是行道 大圣佛法的 那船 这个大船 佛陀问 如果靠右边 这船 靠右边 岸边 这船能动吗 不能动 就表示直有的 这边 船动不了 如果这个 这么大的船 靠 左边 请问这条船 会达到目的地吗 也不可能 因为叫直空 这条船 要怎么样 就是走中道 中道就是中流 你知道吗 岸的两边 就是一个有 一个空 水流 要怎么样 走中流 就是中道 般若 无所住 无染的般若智慧 才能往前进 才能达到目的地 才能达到目的地 这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 就开的这个 大圣的大船 就必须说 行于中流 重用之道 不着 左边 不着 右边 踩着这条船 才能顺着 真如无相中道之流 达到 用波瑞污染的智慧 一直前进 一直前进 四点多了 不知道 我们休息二十分钟 休息二十分钟 嗯 嗯 感谢观看